第1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3个 整个脊椎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第5个 尖碧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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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 三股金刚书衣 压着坐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坐手就是做金刚书衣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压住右臂 从坐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书衣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我开始念的祖母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 获得这种僵责 祖母那么来派三次去 จ?,ちょ、 sprawdją con d phap bar bog m ya r la ah xa ho xa ha čia Schicksil yi u w kent ka gang 可聽 gang nga ja tan Wenyia checkeng j documentation at tante done d na b sovereign bak ba m ya vrai là ah xa haansa ha cha �쮕作词 voice 广北转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变无际的一切生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丹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来发现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来发现 让真正的菩提心呢就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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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保 您一定要垂念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谬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那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中间的教育大师 我们自己的讲解 我们现在的回 month 我们现在有一个どう防止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女子 那么多不可能 我们现在也教育了 我们现在的赢栓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他这里就是说我们已经发了菩提心 有些人可以这样在中间回答说 就是我们已经发了菩提心 就是成了菩萨 成了菩萨的话 别人就对我进行赞叹 赞叹的时候呢 这个我的心里这个快乐的原因呢 并不是因为他要赞叹我而高兴的 而别人的心里面产生欢喜性 如果别人的心里面产生欢喜性的话呢 那么我作为利益中生的一个人来讲 应该就是值得升起欢喜性 比如说有一个母亲呢 就是当他的儿子那个特别快乐 开心的时候 就是母亲的心里面呢 也是有无比的这个欢喜性一样的 所以呢 就是别人赞叹我的时候的这个欢喜性的来源呢 主要是 就是随喜别人的欢喜 就是这样的一个来源 就是对方这样回答说的 那么这样回答说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说 于众应如是 那这样的话呢 那么你对所有的众生啊 就是天下无边的所有的众生呢 也应该就是如实的这个欢喜性的 因为你已经发了菩提心 发心的时候呢 你并没有就是分析 就是凡是对我赞叹的人 我都要度他 就是都要帮助他利益他 没有这么说 你说是凡是有生命的 天下的一切众生呢 我都要这个 暂时给他们赐给人钱的安乐 究竟呢 就是安德耶这个佛为 就这样的一种发心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那么就是 你对这个所有的众生的欢喜性呢 应该就是赞叹不易 应该随喜不易 应该这样的 但实际上呢 你恐怕不是这样的 那你为什么是 比如说其他人呢 就是赞叹就是 因为其他人呢 就是他心里面就是 产生欢喜心 他看出了敌人的一些功德 然后对敌人 就是进行赞颂赞美的时候啊 你的这个心里面呢 为什么是 不如是地产生这种安乐呢 就是要是地产生的 那我给你走一遍 你呢 就不如是地产生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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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别人对我赞叹的时候呢 看我值不值得这个欢喜 就是如果我的心相续当中 真的生起了一些欢喜心的话呢 其实这个只不过是对自己的特别的这种耽著 就是强烈的这种耽著的烦恼呢 就是引发二义 实际上真正你用智慧来去观察 值不值得这个欢喜呢 就是不值得的 而且这一点我们前面也分析过 因为欢喜者完全是一种声音来赞美我的 那这个声音实际上是无有任何实质的 也没有这个心事的就完全是一种空枯舌一样的无情法 那么这种声音呢 我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 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所以呢 我们自己这样的这种 当受到赞叹的时候 就是自己沾沾自喜 欢喜若狂 这种这个行为实在是不盈利的 而且这是完全是 就像是一些愚童 就是愚笨的这种孩童呢 就是当他就获得了一些无有事宜的玩具的时候呢 他就非常的高兴 一样的 就是没有任何这个事宜 当我们获得了这样的这种赞叹呢 到底是怎么样 自己呢也应该观察自己的这种心态 如果你真的观察自己这个心态的时候呢 就像孩童啊 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这个沙悟作成 形成坚弓的时候呢 就是欢喜一样的 我们有些世间人们呢 他通过各种办法 最后呢 自己就是得了一点荣誉和名声 有了这样的名声的时候呢 自己都是非常欢喜的 其实你这种欢喜呢 应该说是用智慧来观察呢 就是没有什么可知的欢喜的 如果你自己有功德的话呢 就是有什么需要他人的赞叹 而没有功德的话呢 哪里赞叹也是有何用呢 就是绝对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此平时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 就是经常要观察自己的这个身心 特别人做了 就像个个阳子有一样的 你接着访自己的那样 就像个阳子一样的 你是的我们要看一样的 我跟着我说去的 可是 Я心里面的 对我说那种 这个地方是 stinky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种赞美荣誉的时候 应该值得高兴 是为欢喜 讲这个道理 赞予灵性善 身怀厌离心 灵度有德者 福慧圆满是 他这里呢 就是说 就是赞扬这个名臣当当 就是或者说是当我们的这种 这个什么就是 就是这个名臣怨恙啊 或者是这个名臣大政的 这样的这种状况呢 实际上是对 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是修行是有帮助呢 还是有这个损害 就是这方面呢 就是进行这个观察 去观察的时候呢 才发现就是 我们原来呢 就是为了就是 名声而这个劳累 为了名声而 那个 去付出自己的一切呢 实际上是一种愚痴的行为 会得出这个结论 那么就是说 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呢 比如说赞叹的话 就是赞扇河 或者是名声 有了名声的话 肯定有利养 恭敬 财产 世间八法当中的几个违品 都会产生的 有了这些的话 那么让我们的心思 就是不断地往外面散乱 坎普跟河说了 不要说是作禅 修这个机制 这个圣观 那么连那个行思善法的机会 都是没有的 有了这样的名声之后 在自己相续当中的 这种严厉心和出离心 会逐渐逐渐地损害 再加上是有了名声的这些人 对自己的学问上 财产上 或者是一些地位上的 一些与自己高下相比的 这些人经常是产生特别毒恶的嫉妒心 有了这样的嫉妒心的话 别人的功德也是看不出来 而自相续当中的这种嗔恨心 烦恼的火不断地在燃烧 最后自他相续的一切的摧毁 一切的圆满 资粮 功德全部摧毁无意 所以说 我们有些人有了名声以后 对上上下下的人就合不拢 产生嫉妒心 那这样的嫉妒心应该说是 在世间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美知和家 当中文人有什么人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订阅 感谢昨天中文人 一起查询 公众 也在马上 知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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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若有人 雨损无声雨 岂非救护我 免夺诸恶趣 那么所以说呢 如果有些人啊 向那个向方设法 摧坏我的这种名声 摧坏我的这种荣誉的话呢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这是很好的事情啊 那么这个明明是从轮回当中 从恶趣当中把我一定救出来了 所以我不但不能对他 生起丝毫的嗔恨心 而且应该把他当作 自己的这种侵略那样来报恩德 为什么这样呢 当我们如果有了这样的名声之后呢 就是恐怕人的相续当中 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 散乱心啊 处理心和菩提心呢 也就是逐渐逐渐会遥远的 然后自己呢 就是自己的这个行为呢 逐渐逐渐对这个佛法呢 就是背打二次 就是有这种危险性和可能性啊 所以一旦我没有任何名声 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这种修行人的话呢 那么自己的解脱呢 就是很有希望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 宣讲《世尊广传》的时候也是这样说过 佛陀有时候也是精致说过 我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 也说过很多人的诽谤 就是包括现在我已经圆满正正觉的国位的时候呢 也有人以女人等等来诽谤我 当时法王如意宝也讲了 现在这个世间上的 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 尤其是人呢 事业非常的圆满的时候呢 就很多人的嫉妒心啊 实在是没办法控制 通过各种方式来对别人 制造一些诽谤 这一点呢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大家也没有什么 觉得是非常稀奇的事情了 因此呢 如果自己的相续当中 真的有了功德的话呢 别人的这种摧毁名声啊 这种不应该生起不欢喜心 就是 意思呢 应该能转为道用 就是 那么我们都是 摧顺佛陀的这种言行者 就是摧顺佛陀的这种言行者 那么就是 当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 怎么样对众生发菩提心 大家也应该观察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咱们加入了一位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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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点来 你多了 真的 我们下期见 我快点来 露出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在座的人都是修的大乘佛法 然后所求的是什么呢 就是圆满正等觉菩提的这种解脱 就是这种果位 我们的转业 我们的方向应该是求得解脱的 并不是求得自我小乘阿罗汉的果位 也并不是世间八法当中永远成立在轮回当中 也不是这样的一种目标 就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是既然是希求解脱者的话呢 那就是世间上的所有的这些名为利养 就是世间八法对我来讲呢 就是有什么用呢 就是没有任何用处 所以前往前往不要被世间八法困扶着我 如果有人摧毁我的名声 摧毁我的财产 摧毁我的这种快乐 摧毁我的赞养 这样的话 那他已经解开了我的束缚 本来我是永远关在这个监狱当中 可是有悲心的人 他过来救我 让我监狱里面的所有的镣铐 所有的这些顺数全部解开 让我从监狱当中释放的话 那么我有良心的人来讲 就是会不会对释放我的人 进行报仇还是报恩 就是大家应该值得顺势 同样的道理 在这个世间当中 本来我是非常的可怜 每天都是担住这个世间八法当中 可是有些人不让我堕入而去 而他有一种方便方法来 摧毁了我的名声 有了我名声的话 我这个解脱是无有希望的 但是现在摧毁我的名声 我有了这样的解脱的机缘 那我怎么会不报答他的恩德呢 应该是报答恩德的意思 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修行人 在家出家都可以 平时自己的行为 是不是为了名声或者财产而奔波 如果这样的话 自己的修行不一定成功的 因此他这里也是说 有些人揭开我们这种束缚的名声 荣誉 那个时候千万不要生气 反而觉得他就是我的恩人 他就是我的善知识 他就是我永远的护住 永远都是对他感谢不易 这就是我们大乘行者的 最基本的一个行为 感谢不得了人 iyi 感谢不得了 人们 谁 cries 谁 可能 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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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